晚上好 放个点油 给我个指头 今天的妆也很淡 看 好吧 反正是比平时淡 我平时在出去玩的时候 妆都很淡 把上好 谢谢UNIPS一送的浩瀚星海 谢谢 这个风 一个 谢谢莫迪斯送的音乐观 完美来得去看你们的 翻一下牌 好 谢谢亦乱奇迷迷迷送的喜鹊贤 谢谢啾啾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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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候拍照嘛什么的 然后就他说 他说你看那边玩 然后我就开始看那边 然后就看到了那边有 有就是看到我们的饭 谢谢YouNames一送的钱账 谢谢 就没有看到你们说什么 因为我刚说完之后我就退出去 退出去了 晚上好压 想对你今天穿的无袖的朋友说一句 我也有无袖啊 怎么回事 但是他今天确实是很帅 对 对 我 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担当是什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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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他们说我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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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POSE担当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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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秀的朋友叫男友力担当 他今天一出现 对 太好笑了 谢谢YouNames一送的权账 谢谢 然后 他今天一出现 你知道吗 一出现 然后 然后我说 你今天好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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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哦 对 然后我刚刚一个朋友也说 他 好铁 他今天唱的好铁 他唱个无袖 他很残酷 可能就包包不那么铁吧 对 小 虽然在中山里 你们肯定也会住两个 大家都童年 更 不是 这跟合不合理没关系 好不好 这跟合不合理没有关系 这是 大家 就是 可能是 就是 大家 就是差不多接触的 都是这些 谢谢 最喜欢的小辣椅送的一元帮 谢谢 我怎么好意思说别铁 我今天铁吗 我今天不铁 有一天不铁 我平时也有铁 很铁的风格 谢谢 最喜欢的小辣椅送的一元帮 这些风与你 迭新过送的巧克力 谢谢 刚好来了一顿风 这周可以铁 他个无袖 小辣椅 后面的树叶 那是本来就画的 它本来就是那个币 贴的呀 就是我们在定制墙壁的时候 就贴的 虽然我平时有时候也很铁了 但是他 但是主要是 主要是我 我朋友他平时不是这样的风格 不是说好不好意思说他这个事情 就是 因为他之前都是那种比较少女的风格 比较大学生的风格 不好意思 毕竟 然后 然后就他 就 就是今天意外的就穿无袖啊 是我没有见过的风格 然后我就在我就说 我说 我说 我说你今天真的很铁 因为他平时不穿无袖啊 对 谢谢九九送的柠檬茶 谢谢 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穿无袖 因为他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明明也是一个萌妹 也就会 就是跟我出门 也就会穿裙子的 后来可能发现 我比较 就是我出门会比较精致吧 然后开始转换风格 你哪天穿小裙子 谢谢他们 他们是 他们知道我不穿这种的 因为我跟他们说过 我不喜欢 但我们今天是牛仔裤 对 我们三个人都是集体的牛仔裤 对 而且 而且我们三个人 今天都是短款的上衣耶 对 没有商量过 对 没有商量过 他们 我跟他们出门 也不会穿制服什么的 对 不会是闺蜜 孤立的儿童 对吧 我觉得已经没有说 怎么大家都穿牛仔裤 大家都是短款上衣 对 来上 好 不至于吧 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说 出门还要穿 还要搭一下衣服这种 不至于 但我跟我妹会搭衣服 但是我不至于跟 闺蜜出门也会搭衣服 不会 不会 对 我们认识九年了 九年 九年 还需要说什么吗 对 我们 我们已经很随意了 对 我们见面比较随意了 我们 见面也不是说 要穿多精致什么的 对 就认识 我认识很久了 化个妆已经 就是已经很精致了 因为要拍照啊 所以化妆已经比较精致了 你看我今天有穿的 很精致吗 我今天也没有穿的很精致啊 我不就穿一些上衣很牛仔裤吗 对 不约儿童的 大概就是闺蜜吧 九年前就是刚上初中啊 我们就是刚上初中的时候认识的呀 也是差不多这会儿吧 八月底认识的 对 八月底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一直到写 你看2012年八月底到现在 就是就是九年了嘛 对 明年就是十年了 其实我一直 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单身 对一直都很担心 就是我们就是高中不是同一所高中 大学不是同一所大学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 而且我们私底下就是聊天的话 其实平时大家的时间都不合适 聊天总会是那种聊两句 我聊两句 然后就会就是突然间就结束了的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我们要是以后很久没有见面的话 再出来会不会很尴尬 会不会就是 就会大家就是可能都有各自的朋友圈了 就不会再继续的想要在一起出来玩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对 十周年是不是得大告一下 那就去旅游吧 因为我们都很想一起去旅游 明年就去旅游吧 就很而且我们高中嘛 因为高中其实就是你知道吗 高中和大学的同学 其实更会是那种 就是会是那种 会持续很久的友谊关系 其实 但是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初中 我们初中子却可以维持那么久 真的 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也没有说经常约 真的 然后但是我们后来慢慢的就是 我们会保持一年一约的这种频率 对 每一年至少要约一次 过年或者是暑假 我们一定要约一次这个样子 对 虽然我们每次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那几个地方 但是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而且真的是那种不知不觉就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一起那么多年 对 因为我今天就是我们在那里想啊 就感觉我们真的已经认识很久 小学没有 初中就他们俩 然后高中也有偶尔联系的朋友 对 但是也没有 没有说一直一直约 主要是比较远 主要是我跟他们两家也住的近你知道吗 就一站路 就一站路 然后就可以到他们家了 就很近啊 对 然后 大学的话才也还没完全结束呢 算 对 对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三人型 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三个人的友谊真的很难 真的不好解决 谢谢我是一碗平平无级大米发送的巧克力 就是好像总会有一个人会被蜡下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双人啊 或者是双树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矛盾 好奇怪 好奇怪 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矛盾 真的 以前我也会觉得三个人会不会很 会不会就是很尴尬 他总会总会就是嗯 这个可能没顾得来 那个没顾得来 但是我发现还好耶 对 或许是因为他们俩的关系远比 他们俩 他们俩的关系要比我这一层更深 因为他们俩有血缘关系 没有想到吧 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 对 他们俩应该算是糖姐妹吧 对 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他们俩之间不计较的 然后我也不跟他们计较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会相处的很好 对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俩是 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就让我们这段关系会维持的更久一些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吧 弟弟 弟弟 帅妹帅的头 太冬了 对 他们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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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表姐妹 对 然后 他们俩是跟我同一个班的 对 很微妙吧 很微妙吧 是不是很微妙 就是他们俩是表姐妹 只是没有大多少 对 只大了 只大了七个月 对 只大了 只大了七个月 所以他们俩就童年啊 然后他们 从小学开始就是一个班的 然后初中也是一个班的 初中的一个班 纯属因为成绩都好 对 然后 就是 然后他们俩一直都是一个班 除了高中的时候分开了 是吧 他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一个班的 然后呢 我就 在初中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俩啊 对 一开始就怎么认识的呢 反正就已经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是认识了一个 就 就会认识第二个啊 对 我高中也是这样子的 因为认识了我的同桌 而认识到了他 他 他初中的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三个就成为了好朋友 然后我们三个就成为了好朋友 这种 哎我发现 三人行 总是陪伴着我 哈哈 对 哪哪都是 对 我小学是 我小学是两个人 我小学是跟发小 对 然后 初中就是跟他们俩 然后高中的话就是 高中的时候也是三人行 不同组合的三人行高中的时候是 对 就可能 也可能是我同桌和我前桌 对 然后三个人 也可能是我和我的 和我的同桌 以及我 以及另一个其他班的朋友 对 就这样子 对啊 他们俩就是上学以来 就是一直一直在一起 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 关系 对 干净 忘记说了 对 我发现了我三人关系总是 总是伴随着我 对 谢谢 对 谢谢 说起这个事情 我今天偶遇了我的小学同学 对 这样子的 谢谢热心 男生 然后就 对 就 就是到了这个车站 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一起看 因为他实在是太像我的小学同学了 但就是一开始那种侧面嘛 然后我就当时想像我同桌 然后就在 就是我很认真想要我 我姑妹我在干嘛 我说他好像我的小学同学 像我的小学同桌 然后 但是他一直都不转过来 我就一直看不到正脸 而且戴着口罩 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看不 看不大清楚 而且毕竟也那么多年了吧 只能说是很像很像很像 对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但我又不敢去叫 因为我觉得不太确定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们上了同一班程 然后呢 他在他就在我们那里下了 然后我当时就 然后我闺蜜就说 他就是你同学吧 他就是在这边 就是 然后就说 就说 绝对是你同学吧 然后我说 可我也不敢认啊 对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 对 因为他也看了我很多眼 对 我们俩 我们俩就是 我看了他好对 我看了我好多眼 但是我们人 就是都没说话 对 对 我就是觉得 就是变化很大啊 然后就 就在猜想说 我觉得很像 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像 对 然后就 但是我们 就是一直在看 就是也没有说 你知道吗 然后我闺蜜就说 我闺蜜就说 他可能真的是你的同桌 因为他也一直在看你 对 对 没有微信 对 为什么没有微信呢 起了怪了 应该有微信才对啊 为什么没有微信呢 我摘了口罩 我在车站的时候 我在车站的时候 短暂的摘过一下 因为我好热 我想 我觉得好闷 我就 就是在那个 因为 当时候是室外嘛 然后就摘下来 透了透气 然后又戴上了 对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所以就 就真的是 对 对 都用QQ 对 没有微信可能就因为我们以前用QQ吧 对 或许是这样 多看你今天可能只是觉得你好看 真的吗 那真的是谢谢 笑死 对 但是觉得我好看 也可以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觉得如果认错 会很尴尬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叫 然后但是反正我就一直在那里看着 实际实在是太像了 发型也很像 对 后来也知道他下车我也没有 没有叫他 对 对 不敢上去问 因为觉得 感错了会很尴尬 对 还有个女孩子在看我 她是不是就有意思 她想这样 什么鬼 不敢上去问 真的不敢上去问 不然就是她一直在想 这是美女的 她一直看着我 本来就是当时我闺蜜都在那里帮我 帮我想你知道吗 可能你不信我以前 甲心路碰到过我的小学同学 我也跟 我也还试过一件更 更加对 更加觉得很尴尬的事情 谢谢不吃饭的燕窝送的应允帮 谢谢 对 我记得名字 我真的记得名字 对 然后 是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 就是我的师兄 高中的一个师兄 他是 那个 以前他是社团的 因为我去 我有 我有就是 之前有因为询问他们社团 加了他的微信 对 然后 所以就 就是 这是其实没怎么联系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删他的微信 对 就是 他去当兵了 对 他后来去当兵 然后 他这个师兄是学 他是跳 那个叫鬼步 知道吧 就那种 知道吧 对 就是鬼步 然后 他是 他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社团的 对 社团的 社团的社长 是这么叫吗 是这个职位没错吧 是这么称呼没错吧 对 谢谢路人感到他们送的谈目书 谢谢 对 对吧 然后 然后呢 我就因为要咨询他们社团的事情 然后 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呢 后来 就没有去嘛 但是也没有删他的微信 然后 就 就是后来有一天是这样子的 他 突然就是 呃 给我发消息 对 给我发消息 然后 然后他说 他说 他说 他说我现在在广 广州东站 然后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 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那天刚好就有公演 然后我刚时候就在后台 然后他说 他说 我现在在广州东站 我当时就 心里咯噔一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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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了吗 然后 因为他很久都没有 没有就是 来 来就是 找过我 我们就是 平时私底下就是不联系 你知道吧 就是微信 就是放在那里的 就是 可能只有 朋友圈会点赞的程度 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然后他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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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说你现在 现在我之前看你朋友圈 你是不是 就是去了什么 什么 什么团啊 什么女团啊 然后我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说 啊 师兄这你也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的 就是这种 然后 然后他他就说是看我朋友圈的嘛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尴尬 救命 然后然后他说 哦 我就在 他说 他说 他说我在 我在广州东看到了你的照片 然后我说 我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是那个LED 你知道吧 没有没有反应过来是外面那个广告大屏 然后 然后他 然后我说啊 广州东哪里啊 他说啊 就外面呢 一个对面的那个楼的一个 那种LED屏啊 我看到你的照片 然后我当时就说 然后他说 哦 我们剧场在那里 所以那你就会一直放到我们的照片啊 就是当广告这个样子啊 对 然后 然后他说 哦 是这样啊 你们剧场就在这边啊 然后 然后我说啊 对啊对啊 他说 那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啊 然后我说啊 今天就有啊 但是我们买票一般都是提前买的 什么这样子 然后他说 哦 他说 但是下次有空我一定去 他说这次的话 我要就是赶车了 所以就来不了看了 我说啊没关系 下次有机会 下次有机会 救命 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对 对 对 我那次我说过吧 我记得我有说过 对 我有说过这件事情 太尴尬了 对 因为以前这个师兄海 就他也 他知道我还蛮就是蛮喜欢跳舞的 因为我去咨询他们社团 我去咨询他们社团 那还能是什么呢 对吧 他就知道啊 然后知道我有对这个这个有感兴趣 对 所以就是 而且他本来也是那种跳舞的嘛 跳舞的 然后 然后就聊起来 对这个 然后就 来看看 救命 救命 来看看 对 射死 射死 说到射死这个事情 我又想起了今天发生一些非常非常射死的事情 对 谢谢今天想来帮帮送的柠檬茶 对 我一定要说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 今天 就是今天发生的哈 然后今天呢就是我跟我闺蜜他们 你今天遇到的事情怎么做的 等一下 我就是突然间想到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发生做到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是一起做工匠嘛 然后 我们去的那个新的商场 他 我们平时没有去过嘛 然后那边比较偏 然后我们就是做的快速公交 中山有快速公交的嘛 至于他为什么是快速公交呢 我也不懂 老爸 为什么快速公交叫快速公交啊 因为他不是站站停 大站站停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快 就是他堵了我一个小时了 不错 你干嘛 他也得不了 我一直不懂 因为他快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因为他快 他也没有多快 但是他是有就是 嗯 可能是他有一条专门的通道是 其他的车不可以 不可以站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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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站他的车道的 他有专用的车道 对对对对 快速公交对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快速公交 反正我其实没有做过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做快速公交 有一种地铁近站的感觉 然后我今天做快速公交嘛 然后 然后呢第一次坐那个车 然后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那个车以前有什么问题吧 我这安全锤呢 它放在那里窗边 不是应该会有那种固定 或者是一个小盖子盖住吗 对吧 就是安全锤啊 就是公交车的安全锤嘛 它应该是有 就是它不可能是就是你直接接触到吧 我觉得怎么样会有个盖子 会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住它的 至少它会稳稳荡荡的放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嘛 但是公交车不坐 一般是两个座位 两个座位这样子嘛 然后就是我跟我的一个闺蜜坐 然后另外一个好 我们简称它为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它叫什么 这位稍微帅一点的我的那个闺蜜 吴秀的 A 好 就是吴秀的 吴秀的这位闺蜜为A好吗 然后另外为 另外为 等一下 我现在我也捋捋我的思维 另外为我的闺蜜B闺蜜A好 然后呢 这位我的闺蜜A 她就坐在我的 反正是她坐在闺蜜B的前面 对 但是后来因为陆陆续续的 因为我们从 稍微偏的地方 稍微开到了市中心这个位置 就会稍微多人了 因为刚好就是下班的时间 所以上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没办法 那我闺蜜A的里面是有座位的 她没有坐在靠窗边 但是因为人多嘛 她就只能往窗边挪 然后她把外面的位置留给别人做 这个样子嘛 对吧 然后呢我们又很困 然后当时候又 又就是 又有点饿 就没力气了 逛累了 今天也 然后呢 然后我的闺蜜A就拿着手机 这样子 拿手机 她开始靠在这样子 就是头 开始往窗边那里靠你知道吧 就 刚好就是 就是 非常巧的就是 我们俩的中间的座位 就是 它的头顶那里呢 是那个安全锤 然后那个安全锤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没有固定的 它就是只是这样子 安在了上面 就是卡在了那个座里面 但是 但是它很容易掉出来 它也没有其他的固定的东西 也没有盖住它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当时我闺蜜还在玩手机 它就累了 你知道吗 它就开始往那边靠 然后呢 好巧不巧 它一靠 那个安全锤就掉下来了嘛 但是安全锤 它掉出来是有声音的 它会一直 就那种 非常令人 令人 令人 难受的声音的嘛 安全锤 它就是松开了之后 你知道吧 对 让人头疼的声音 然后当时我闺蜜 一靠 然后那个安全锤就松了 然后 然后整个车厢就会 就有那个 叮 那个声音 刺耳 你知道吧 而且它是 它不是突然很大声的哦 它是先是很小声 然后慢慢的变大声了 慢慢越来越刺耳 你知道吧 然后你知道 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 就是然后当时我就是看到了之后 看到之后我就很紧张 因为我只坐在后面 然后 然后我就开始帮它紧急的拯救这个安全锤 然后 就想要把它努力的安回去 但是我们两个呢 就很紧张 我两个就是那个手在那里抖 然后我们就怎么安的安不回去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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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耳的声音越来越大声 然后我们就是安不回去 救命 然后 而且你知道吗 我另一只手超多东西的 我不能松开 我只能单手 然后我闺蜜她又是背对着那个安全锤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那种手忙 假乱就是安不回去 然后我就感受 我在那里装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两个 天呐救命 太射死了 救命 对 它就是 它就是只是那种卡进去的 你知道吧 然后它就突然间掉出来了 因为靠了一下 天呐 我跟我闺蜜两个人就是 你知道 当我们把 我们我们非常 假装非常平静的把它安了回去之后呢 默默的又低头玩手机 然后实际上我们俩在发微信 然后 我的闺蜜A 我的闺蜜A 就 发消息说 大型 射死现场 然后我就说 我也好尴尬 天呐 我今天都是遇到些啥呀 我救命呀 太尴尬了 对 我也没有弄过安全锤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 就因为我闺蜜的头稍微靠了一下 然后她就叫下来 我的 我的闺蜜B 她非常的困 对 她已经沉浸在她的自己的世界 她可能已经进入梦乡了 你知道吗 对 太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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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尴尬 尴尬 尴尬 对 还有一件 也不是很尴尬吧 就是 也不算尴尬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我也是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今天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啊 救命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今天去买 以为这就完了 这样 我今天就去 就是走进了一家店 然后我闺蜜逼她去试了两条裙子 然后当我走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 我很想买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折回去了 然后买了那个东西 对 对 嗯 买了 买了一个礼物 对 对 某人的礼物 某人的生日礼物 对 其实什么就不透露了好吗 因为我今天本来就是想要给她买的 对 然后我就 就是 当我本来已经打算离开了 但是我回头一看 看到门口那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且合适的 然后我就回去买了嘛 对 然后买了之后呢 买了之后 然后我就 就是买 结账完了嘛 然后我就要走 你知道吧 就是拎着包 而且那个店员也是包装好了 然后 就是说啥了 然后给我走 然后就拎起来 我就走啊 对不对 我就走啊 我当然得走啊 我留在那干嘛呢 是不是 然后我就得走 然后我走 我走 我也走走出那个 然后猜到那个那个门口就滴 就是有那种 拿了东西没付钱那种声音 对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对 反正就是那种 反正如果你没有结账啊 或者是没有消磁啊 然后你走出去超市啊 或者是商场就有这种声音 是吧 然后 然后我就 就是我走出去 然后我懵了 因为我给钱了 但我懵了 我就说 蛤 怎么回事 我给钱了 没有体验过 也会见过吧 这种东西是吧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愣在了那里 然后当时那个 那个姐姐 她就是 有一个店员 就是站在门口的 她突然间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警示的眼神 看着我 然后那个柜台的那个 收银台的那个 那个姐姐就 就是 然后我回头看她的时候 她也是那种 也是那种有点蒙 你知道吧 然后我当时就 天呐 我明明付钱了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 后来那个柜台姐姐突然想起 不好意思你的 这个东西 我忘了帮你把里面那个扣子取出来 它不是有那种 有的衣服你知道吧 它会有那种 那种 那种扣子你知道吧 然后 然后她就没有 没有拿掉的话 就有那个声音嘛 对吧 然后 然后说啊不好意思 我忘了帮你把那个扣子取掉 它在里面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没事没事 然后就拿回去 又折回去嘛 对 有一种 有一种 我差一点就别误以为 我没有给钱了 对 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而且今天就一直在一直都挺尴尬的 对 而且我们不是我们出去玩嘛 那我们要拍拍立得啊 那我们要找别人拍对不对 那我们那我自己拍是拍不好自拍我觉得不好 就是拍的不好所以要找别人拍的 然后男就男的了找别人拍这个事情 然后 是这样的 我们三个人呢 就是在那里拍了几张单人的之后呢 我们说 哎呀 嗯 菜都要凉了 我们要不要就是先吃 对吧 然后我们就说 嗯行吧 因为我们看到附近的就是店员都很忙 而且加上附近桌的可爱的小姐姐 或者是小哥哥 就稍微年轻一点的年轻人都在干饭 我们就不好意思去打扰别人 我们说 那我们也一起先吃吧 然后吃完看有没有呃 就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找拍嘛 对 然后我们就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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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我也觉得今天不适合出门 然后就吃吃吃吃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说要把桌上的东西叫店员收 收走了 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拍照嘛 然后当时候就是我的闺蜜A要去厕所 然后就去了 然后我 我跟闺蜜B就开始找店员说要收桌 桌子上的东西 然后呢 就收 然后当时我的闺蜜B说 哎 你看后面那桌 那两个女生哎 我感觉 我感觉可以找他们拍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 可是他们都吃完了 感觉要走了耶 然后闺蜜B说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快走 然后我说 嗯那就等我的闺蜜A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叫他们吧 然后好巧不巧的闺蜜A 刚从洗手间出来 他们两个 就是我们后面那桌 就两个女生 他们就 就转身离去了 他们就离开了这家店 然后我们当时就 觉得有一点 失落 因为本来小孩找他们拍的嘛 因为感觉要找那种年轻人 就他们会比较会用拍力得嘛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试过出去 然后找别人拍力得 然后找不到就找了一个店员 然后那个店员应该是那种 就是稍微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那种阿姨嘛 对 然后但是他不太会拍 所以我们我我就是这次就会觉得 找就是就是就是来这个店吃饭的年轻人拍 会稍微好一些 对 这样子 然后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 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放眼望去 有没有合适的拍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然后当时就是看到隔壁桌的 呃情侣对 在呢也在干饭 然后呢 还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 也在那里就是聊得很开心 然后也不好意思打扰别人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了 远处的一个小姐姐 对 然后然后她感觉就是那种会拍的 对 然后然后来呢 我们就叫了她 就我们坐的位置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坐就是最里面的桌子 然后我们又因为刚好那个背景 你知道吧那个背景就很好看 所以我们就选择那张桌子 然后我们就刚好坐 如果我们三个人一坐 坐到那个椅子上之后呢 就会是那种整个餐厅转转头 就会看到我们三个人的一个绝佳位置 位置就是只要一声令下 对一声令下 啪整个餐厅都会看到我们三个 对就是那种那种地理位置 好吗 然后我们三个坐呢 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小姐姐说 哦呀这样拍这样拍 然后那小姐就哦好的 按这里就好了对吧 对准就好了 对然后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拍 然后当时候呢 你知道拍里头有闪光灯 对吧 对吧 然后当时我们几次 我们在那摆好 然后那个小姐姐按一下 然后咔嚓那个闪灯一闪 整个餐厅的啪啪啪就 那个眼光聚焦你知道吗 聚焦到我们三个身上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我们三个人 坐在那里就是就是如坐针毡 真的对 然后当时咔嚓拍完之后 然后我们说我们就赶紧说 啊谢谢小姐 我们就说啊谢谢谢谢 然后就把那个小姐姐给打发回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三个人 就把那个小姐姐感谢送走之后 我们就立马低头看照片 我们头都不敢抬好吗 头都不敢抬 因为感觉到了有非常多的目光 在往这边聚焦 我们就啊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我们就非常尴尬在那里 还好还好的 如果一次没拍成 还要再拍一次 那才是真的尴尬 还好一次成功了 然后我们我们确认那张照片OK之后 然后拍了拍了张照片 然后就是收拾的东西 我们就立马走了 我们不愿在那里多待一秒 救命啊 怎么会这样 救命 救命 太尴尬了今天 真的不需要出门 谢谢VRK要送的玫瑰花 谢谢 对 你们杀 谁说呢 我收了三个人的拍立得 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双人的 他们俩拿走了 他们三人也拿走了 我就要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因为我 不是弄了那个拍立得墙吗 对 我要把它 我要挤油了 对 他说我还没有给我爸妈拍呢 对 说好要拍的 但是他们并不配合我 等到下次回来再拍 等到下次回来和我妹一起拍 对 店里你们不是拍了好几张 对啊 就是店里拍了好几张吗 单人他拿 他们都拿回去了 然后他们双人 他们俩拿走了 然后我拿了张 我拿了自己的合照 三人合照 对 嗯 其实在拍立得出去 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会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嘛 唯一不好的地方 可能是他太重了 我这两天就是拔带出了 我觉得太重了 拎的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谢谢听听不要捏捏送的 柠檬茶 谢谢 谢谢非常多 我刮送柠檬茶 谢谢 对 我真的麻了 我今天太尴尬了 对 发生了好多好多 非常尴尬的事情 对 真的是今天不太适合出门吧 可能 这些染七零七送的心松了 嘴谢谢 我在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了 但我没有想起来 我想要今天早上出门 嗯 坐上车 对 你看 我是一个对我闺蜜极其了解的人 我就说 十点 十点集合 十点半它是不会出现的 十点半 她真的 她今天真的就是 十点二十分才出现在我面前 对 我已经习惯了 对 我已经了解 而且我今天十点 我十点了 十点才离开我们小区 我都习惯了 不急不慢 我 我老会了 然后 然后今天见 今天见面的时候 今天见面 见面的时候 她说 你昨晚说十点 我已经默认是十点半了 我说 我就知道你 她说我就知道 我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晚 所以我也不着急 我觉得你肯定会比我晚 就算我十点钟出门 你也比我晚到 对 我已经习惯了 你看十点半 她十点二十出现 然后我们大概十点四十 才坐上那个公交 然后去到那里差不多十二点吃饭 刚刚好啊 太了解他们了 十十九年吧 对 这就是十九年吧 如此了解 老了解了我跟你说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今天觉得 非常的 好 好像没了 就这些 他们两个住一起吗 不是 他们住的很近 他们两个住的十米不到 对 他们住在同一条街 对 没了没了没了 对 十米不到 对 有啊 但是我没有拍到这些 这些素材 但是我是有Vlog的 明天剪 我已经不记得是一个了 十米难道不是住一起吗 不是不是 我们那种 就是街道是单独 独动楼的 你知道吧 就是独动的居民楼 对 他们 不是 他们住同一条街道 但是不同的 不同的洞 反正十米差不多吧 也可能有二十米 反正不超过五十米就对了 对 因为 闺蜜A 出 走出来 毕竟会经过闺蜜B的家 所以就很顺路啊 他们肯定会一起来啊 很近 真的很近 这什么的 我表弟不也住我家楼下吗 谢谢今天想想王宋的星空耳坠 哎 今天他怎么不来了 我表妹今天怎么不来了 都九点半了耶 都没来呢 肯定是不来了 他才不会这么早睡呢 他昨天还隔着玩到九点多 他现在咋不来了 我哪有胸膛 我哪有胸膛 没有胸膛好吗 你只会跟他说好好坐着 你只会跟他说好好坐着 我哪有胸膛 我哪有不让他出镜啊 我让他做 我昨天晚上我让他出 前天晚上我让他出镜了呀 我还让他跟大家说拜拜 你倒是看着累了 逛累了嘛 今天逛累了 今天逛累了 他一直说不能过这好线 是因为他太蹦了 他老是让他蹦 如果他过来他就会在后面蹦 你知道吧 不能让他在后面蹦 很危险 打哈欠 对吧 我今天八点就起来了 当然困了 眼泪都出来了 十点出门八点就起了 这是情分的精神点 没有啊 我八点钟起来 洗漱 吃早餐 然后 然后护肤再开始化妆啊 对 就不要太干嘛 对 我也不知道我打了几个了 没数清楚 嗯 起来的时候刚睡一下 你也太晚睡了吧 我到四十吧 我不是四十开了 开一个小时啊 明天不开了 对 对 对 以后两天不开了吧 我 我要开始为我的 这周公演而努力的 对 对 对 我这周公演 全不行站位 对 多吧 别想到吧 别想到吧 就是今天VG嘛 VG老师问我要不要多替一个unit 我本来是说 本来是想的 但是我想了一想 我这周 两场 三角两场VG呢 我说我已经 戴了一首双行道了 我想了一下 不太行 对 然后我就说 嗯 算了吧 unit 他说再叫我剃个unit 我说 我说就 算了吧 但是其实我去看了一眼 我能剃的也没有啊 我能剃的也没有 因为主要是我的歌 缺的歌都是我 不是我的弦一首 就是我的后一首 我根本就剃不着啊 主要是 没这道理啊 因为之前我们老师说了 你的前后不能剃 对 就前后的前后的歌曲不能不能剃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 然后说不能换顺序吗 他说不能 对 然后我就 所以我就没有没有申请 有的歌 其实我想恰当没事 比如说 要你说爱我 要你说爱我 就是街里的前面 对 Luna就是零的前面 这样说我基本上无缘 你知道吧 或者我下次先申请了 然后再跟老师说 我说那没人剃了 你总让我上吧 对吧 是个道理没错吧 双行道 我只上星期五的那场 我星期天的那场不上双行道 对 然后 然后 三角都一样 三角都 都 都是 都是那样 然后大哥两天都是三号位 太难得了吧 大家可以见到 见到四场工业的我了 三角 代翼不上unit 对 代翼不跳unit的 十六人盐上吗 这周没有盐 大哥没有盐 这周 这周 我去问方琪了 方琪说是不锈钢和铜形 他说没换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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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代翼是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 追对的老师主动来找我的 对 就是 那天下午吧 星期一的下午 他突然间给我发来的 他就是我在那 我在那看电视 他给我发消息 他说 这周 来代翼不 然后我到时候 就从沙发上炸了起来 因为 已经很久 很久 没有收到过 对对老师 的消息 叫我去代翼的消息了 因为以前很缺人嘛 他就会 他经常会来找 就是有个群 甚至我们甚至有个群 就是 然后 就是 他会来找嘛 然后 会单独通知 我已经很久没有 上一次代翼也是因为 也是 上一次代翼是我申请的 对 上次代翼是我主动申请的 对 然后 其实他们本来有14个人了 那周 我申请的那周 然后老师觉得 反正手印也是14个人啊 没有必要加 然后 然后我说 那16个人不是更好吗 然后我跟胡敏敏两个人去 然后老师说 也不行 本来就应该是16个人了 只是14个人也可以接受 总比以前8个人好吧 然后我说 那确实是 然后 就 对 可能是因为那周吧 代翼 然后 这一对老师可能想起了我 这次就主动的找了 对 这次主动找 然后我就 他是问我来代翼不 然后我说 我说可以啊 然后 我说跳什么位置呢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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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暂时不知道 可能是4号位吧 我说 他问我4号位跳过吗 我说 我说 好像没有 但我能学 对 然后他说 他说可以 然后 然后后来我晚上再去问他的时候 他说确定是4号位 这个样子 对 很难得 有一种回到两年前的感觉 因为两年前就是这样 两年前的一开始只是单纯的 因为他们太缺人了 我被叫过去代翼 因为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带这一队嘛 后来就是去带这一队 然后 然后 后来带的带的就 他们老是很缺人 我就慢慢的越带越多 基本每周都在 然后 慢慢的全场也学下来了 对 然后就变成了常驻代翼 然后一直带到了 我 我就是 就是 2020年的那个 冬天嘛 就是 放假前 就是 我们队的都是 以前跳完了 就回去了嘛 因为 然后 我就是跳完了这一队才回去的 对 但是从那次之后不是 疫情嘛 然后队伍公演就一直没有嘛 对 今天 前两天 乌以菲还叫我去N3代翼呢 对 他说他们这周N3好缺人了 叫我去代翼 我说 我说我这周已经被 被贼罪预定了 呵呵 我说我这周 这周 VG也是新站位 然后 然后三角也是新站位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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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吧 不了吧 我也不是什么神仙 我修下足度 而且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改的话 他们没有2.0的话 我 直接去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 但是 他们改了2.0 他们5啊什么的都改了 那就是相当于要重学 对 如果他们是以前的 以前没改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去跳 因为我会跳的更多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得重学 对 除非 除非老师来找我去代吧 对 他要是找我我就去 但是那么多新人 那么多新人 应该都会先考虑新人吧 代翼对吧 哪次去肥油脑上小裙子 请提前说笑 如果去带的话 肯定会跟大家说的嘛 对 可能 主要是带肥油脑的话 没有带三角零食 因为肥油脑我不会 如果要带的话 肯定会提前通知的 带三角是我会啊 跳不就跳咯 你这天东西我明天让我去跳也可以啊 因为我会跳啊 对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周六这一队在啊在啊 没有没有 只是只是那天 只是那天 只是那天吴与飞 吴与飞 他说他们队很缺人 要说要不要去代艺 对 然后我说 我说我说我学不来那么多 谢谢Astina好不好 送的柠檬茶 这周除了N3的公演我都在啊 对 内心戏和内心游戏 虽然他副格很像 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想吃冰淇淋 我什么都想吃 没有这个 你应该买这个 是啊 好 Sort 哎 哎 冰冰都多要 谢谢 你看 大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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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鸡腿 大鸡腿 那三鸡腿哪里忙得过来 所以啊 没有家 如果老师来找我的话 我可能会认真的考虑一下吧 我也不是每周都会去带三角啊 如果他们缺人的话 我也会去带啊 老师要找我的话 我就 我就会去带啊 岳飞问你你就不认 不是不是 是岳飞问我 他是问我这周去不去 我这周真的没有空 我这周根本没有空 好吗 不是不是认真考虑是真的没有空啊 不是认真考虑是真的没有空啊 不是认真考虑是真的没有空啊 而且他说的也不算啊 不是吗 他说的不算 老师说了才算啊 这种东西 他可能就想让他说说话 我们平时说话不多吗 他昨天晚上还在那里 他昨天晚上还在那里 买 逛街的时候给你买 可是你都不跟我们去逛街 那我有什么用呢 哼 因为我 我想着说他去逛街 我就会跟他说 嗯 你挑一条裙子 我给你买单 送你生日礼物了 因为他们每一次逛街都会 去上海都会去逛小裙子 嗯 然后 可周围飞根本就不跟我们去逛街 他起不来 然后昨天晚上还真的说 我为什么没有生日礼物啊 我说叫你逛街你又不去 然后他说 他说 他说 下次 我说 那希望下次我们的时间能合上 主要是我们下队伍公演 我们基本上合不上 我们五场他们晚场 而我们前一场的后一天 我们根本就碰不到一起 除非四百 除非开四百 主要是我真的不知道给他买什么生日礼物了 而且我又是那种觉得 送别人有 送别人必需品的那种人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 我送了他 不喜欢 或者是他不用的东西 我觉得 就很不实际 对 这份礼物真的就 就变成了只是一份礼物 他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的话 我觉得 这不划算的 对 然后我就 说 嗯 那就给他 因为我上一年也是这样子 我说那就给他买小裙子吧 然后那就逛街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 他这次说他起不来不跟我们逛 因为他上一年也跟我们一起逛啊 然后我就说 然后等到学校 上来逛街的时候 然后再跟他说吧 然后学校 他根本就不跟我们逛街 失策 失策了 对 对 其实我也在想啊 然后我今天也是买 买了生日礼物嘛 然后也是 逛到 刚好觉得很合适 所以才买的嘛 对 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 你突然觉得很适合 但有时候你又觉得毫无想法 对 反正出去逛逛嘛 然后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本来就是说要出去逛逛 看没有合适的礼物嘛 这不是碰到了吗 哦 我说四次关下也四次 好嘞好嘞 要关了 刚好四十五 拜拜 拜拜 下次开直播可能是星期五了 对 七七五公演见 对 七七六公演见 七七天公演见 这周一共四场公演 大家公演见 谢谢 三生十松气球小熊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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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晚安 周末天天 谢谢我们艾伯斯送全帐 谢谢 谢谢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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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会注意休息的 拜拜 这么早说晚安大哥不要 嗯 确实 小时候待会去忙起来的话 我可能很晚才会出现的 拜拜 拜拜 我最近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日常 走之前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日常 我就是 嗯 吃饭 睡觉 看电视 刷抖音 嗯 然后 然后还有 看书 对 剪视频什么的 然后吃水果 反正什么 一直在吃吃吃吃吃 对就没停过 对你看 这样 现在我还有 还有水果要吃 我现在在旁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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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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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